这位官员星期一晚间说 奥巴马没有批准采取军事行动 但是美国可以准备打击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 选择性军事方案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领了 叙利亚东部以及 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 这一行动由于叙利亚内战 而变得复杂化 白宫官员说 奥巴马总统不希望美国的行动 被看作对叙利亚总统 阿萨德的援助 阿萨德屡次将国内的冲突 归咎于所谓的恐怖分子 叙利亚内战已经持续了三年多 我们没有兴趣尝试帮助阿萨德政权 事实上几年以来 我们一直在敦促阿萨德政权下台 星期一早些时候 叙利亚外长穆阿里姆说 叙利亚愿意与包括美国和英国 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合作 但是任何攻击行动 都需经与大马士革政府进行协调 他警告说 美国在叙利亚境内的任何单边行动 将是侵略性的行为 可能导致叙利亚空军设法击落美军战机 穆阿利姆还表示 叙利亚已经做好准备 将帮助执行联合国安理会 于本月早些时候通过的一项 旨在切断输往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 在叙利亚的分支 努斯拉阵线的资金 以及外国战斗人员 VOA卫视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